历史悠久 今天却被认为已经过时 他曾享誉世界 今天却被视作健康隐患 作为传统食品 他充满着文化气息 作为休闲食品 他满足着无数人的味蕾 有人对他赞不绝口 欲罢不能 也有人视他为垃圾食品 不屑一顾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欢迎收看平安365 甜蜜的烦恼 生活万岁 欢迎各位的收看 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 叫做甜蜜的烦恼 为什么是甜蜜的烦恼呢 因为吃在嘴里面 真的是香喷喷的 甜丝丝的回味无穷 可是这件事情的背后 却给我们带来了 无穷的烦恼 甚至你都不敢去吃它了 那就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最香甜的一种吃食蜜饯 到北京来旅游 你会带一个旅游产品 叫北京国府 它就是蜜饯的一种 北京的国府非常的好吃 味道特别的浓 比如说这个就叫京派的 比如说有杭派的 杭州的这种 就是酸甜适度的 你看广东的蜜饯 吃起来就是风味比较清雅 像这个福建的敏式的 就是非常的浓郁 当然除了这些甜蜜 接下来我们来说烦恼 各位来看这张图片 这是2017年3月25日 记者去偷拍的一组 生产这个蜜饯的单位 是在山东临仪的仪水县 有一家叫龙树食品公司 记者进去的时候 看在这些大缸里边 全部都在煮 这是煮好的山渣 就是随意用这样的木棍 去进行搅拌 那在角落里边 可以看到各种缸的袋子 都是一些添加剂 像山梨酸甲 这就是防腐剂的一类 最重要的是记者发现 这家企业的整个生产车间 完全没有生产加工消毒的设备 到处苍蝇横飞 试想一下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生产出来的蜜饯 你还敢不敢吃 那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烦恼 我反正是不吃了 我本来也不爱吃这种东西 饭得上 我有这么多新鲜水果 我吃它干什么 其实我对蜜饯 还是有一点感性的 就是我从小在甘肃敦煌长大 那里有一种水果 特别好吃叫做李广杏 为了纪念李广将军 而命名的李广杏 非常的好吃 但是它每一年 只有六月份到七月份 这么一段时间 有这个水果 我们之后再也吃不到 这么好吃的杏子了 于是我们敦煌的人 会把它做成蜜饯 所以我们那块 有非常好吃的李广杏谱 这个是我一直伴随 我童年长这么大的一个起义 我知道我小的时候 虽然我比你大个十来岁 但是小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零食少 像我妈妈要是来北京出差 肯定要带点北京国谱回去 当时是好东西 传说可能是唐代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办法保存 就拿蜂蜜把它腌制 后来就可能用糖来腌制 其实最开始 只是为了保存水果 慢慢就演化出了 各种各样的口味 蜜饯在古代的时候 都是进贡给皇族的 比如说他们报菜名 那个满汉全席开头的 报一个让我们听一听 对 它那讲到什么 四干四鲜 四蜜饯 这四蜜饯就指的是什么 青梅菊饼桂花花针 冰糖山楂原肉瓜条 厉害 厉害 据说在1913年 参加巴拿马的 万国博览会的时候 咱们的蜜饯还拿了金奖 因为当时这么先进的 这种食品 尤其水果的保鲜技术 在当时是不存在的 但是到现在 我们有这么多新鲜水果吃 我真的觉得没必要 我对它的总结就是 它有三高一低 成本高 它肯定比普通水果要贵 糖分高 我们现在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吃那么多糖 第三 添加剂含量高 现在它不可能不往里面 放一些防腐剂 什么低 就是营养价值低 就是一个水果 被这么腌制过后 它的维生素 尤其是维生素C 会被严重地消耗 其实它的 吃它营养含量 比吃水果要少很多 但确实是一个风味了 我们也算是一个传统文化 丢失了有点可惜 怎样的滑铁炉事件 让蜜饯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的垃圾食品 蜜饯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流传2000年的传统美食 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 蜜饯行业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曾经飞升海外的蜜饯 真的难脱种种罪责吗 平安365继续为您揭晓答案 新鲜的水果那么多 我们还会吃蜜饯吗 我们用数字来说话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食品工业迅猛地发展 而其中蜜饯行业 发展非常非常的快 根据调查显示说 最近这十年 蜜饯行业是以每年 接近20%的速度在增长 国家统计就2015年 给出的数据说 整个中国的蜜饯行业的产值 接近1500亿元 而我们国家目前 已经有3000多家企业 通过了QS认证 这是好的一面 而另外一方面 蜜饯行业又同时遇到 巨大的发展阻力 比如说生产蜜饯的 通常都是一些中小企业 这些企业原料难以保证 安全意识 食品卫生意识比较淡薄 包括在生产线上 精密度不够 技术老化 工艺落后等等 所有这些都在制约着 蜜饯行业的发展 2012年央视消费主张栏目 对蜜饯生产加工 进行了明查暗访 结果却让人触目惊心 在没有生产许可证的 蜜饯加工厂内 原材料即使腐烂生躯 依然用来加工蜜饯 生产环境污秽不堪 蜜饯浸泡池内 竟堆满垃圾 杂物甚至苍蝇蛆虫 工人在添加食品添加剂 胶亚硫酸钠时 按照经验决定用量 而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半成品 随后被源源不断地 运往江浙广东等地的 一些蜜饯加工企业 有毒蜜饯添加剂 超标三倍多 过量食用将会致癌 这被网友称之为 毒蜜饯事件 毒蜜饯事件 给了蜜饯行业 重重的一击 甚至于毒蜜饯和质量低 卫生条件差 和各种各样的添加剂 划上了等号 而且如果你在网络上 去进行搜索 你就会发现 国务部蜜饯弹出来的 大多数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 这个公司不得忘卖的 所以我们尽管 看到这个公司就有 无论来 我们都能吃复地 我们都能吃 金色 做这个公司 不是 我们最爱的 如果是非 就无论的 无论royo 为什么 我们其实在网络上 上面甚至有很多网友列举了所谓蜜件的三宗罪 一些工厂制作工艺粗糙 生产环境肮脏不堪 导致所生产的蜜件产品农药残留超标 微生物指标不合格 容易引起感染性疾病和食物中毒 在蜜件产品的配料表中 食品添加剂少则七八种 多则十余种 蜜件在加工过程中 为使制品色泽明亮美观 通常都要用到二氧化硫进行硫化处理 二氧化硫在国标允许限量下使用是安全的 过量则会对人体造成损害 另外 由于二氧化硫的漂白作用 很多不法食品生产者 把其作为造假的手段 将本来劣质的食物经过漂白 变成看似可以食用的食物 使劣质食物当中存在的健康危险因子被隐藏 造成食品安全隐患 国府蜜件食品在加工的过程中会加入大量糖和盐 高糖是为了防腐 盐用来起到提鲜的作用 高糖高钠让蜜件的营养问题与健康问题无处藏身 有专家称蜜件是一种过了时的垃圾零食 即便是正轨厂家安全生产的蜜件也不被推荐 我真的是越来越不想吃这个东西了 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它的存在价值其实让它永远都留在历史里就可以了 你看它出现这种亚酸酸盐或者什么防腐剂超标 而且监管起来也很困难 我都怀疑他们买了这个水果以后 它洗不洗就直接腌成这样 我并没有这么认为 我就像刚刚主持人磊哥说了 其实有很多的企业都已经取得了QOS标志 那我觉得它有可能只是 就是说一颗老鼠屎而已 并不是每一家做蜜件的都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吃的任何的一个食品 任何的一种零食 都会用那种小作坊做出来的 我觉得作为消费者 我们要自己有这个能力去辨别 蜜件是一个传统的行业 它在像一个新型的行业过渡 我就不相信我们现在的制作手艺 比那个时候给皇上进攻还差 我觉得不可能 我们现在肯定会有一些 新型的一些制作方法来代替原来的 它只是在转型过程中 遇到了一些瓶颈而已 慢慢地就会好起来的 我们要给我们这些传统食品一点机会 不能像您说的 直接一棍子全都打死 我相信它可能蜜件 已经退出了当时的历史地位 但以后我们一定能够开发出 比曾经的那种传统技术 更好的工艺来保鲜水果 而且给水果更好的滋味加进去 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只有一种方法吃新鲜水果的话 实在是太无趣了 我们也需要这种更多的水果吃法 来丰富我们的吃货人生 曾经背负数年劣质恶名的 中国蜜件业 是否能够破解 背负再生的三宗罪责 从营养与健康的角度 又该如何看待 蜜件沦为垃圾食品的问题呢 对该不该吃蜜件 如何吃蜜件等问题 更是迫切需要一个答案 蜜件我们能否只要甜蜜 不要烦恼 平安365继续为您答疑解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作为企业呢 如果说在生产端来控制农药残留 相对来说呢比较滞后 那么农药残留的这个控制 得益于在全端控制 也就是在农产品的这个加工种植环节 我们企业呢 就是第一点 首先要选取全国比较优质的这个原料产品 这是第一个保证 第二个保证呢 要通过与原料产地当地的专业合作社签订协议 那么由专业合作社来组织当地的农户 按照我们企业提出的要求 来合理的加以用 那么微生物的控制 实际上是得益于生产企业 生产工厂 对产品整个卫生环境 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管控 从厂区的这个选址设置 厂区的这个周边环境 厂区的一个GMP的一个管控 车间的这个人员的管理 卫生的监控 生产设备 水质 包括这个原材料 生产加工工艺 这些方面呢 都要进行系统的这个管理和控制 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个款控措施 产品的微生物呢 是完全能够达到国家标准 有很多的企业通过工艺的创新 通过设备的这个更新 那么包括通过新产品的研发 实际上都已经尽量的少用 甚至不用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产品 都已经是不再用二氧化硫 这种添加剂了 其实就是说按照新的这个工艺 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要求呢 已经没有必要 比如说我们有一款产品 叫原味性干 那么在工艺设备和包装方面 都做了这个改进和创新 那么在原材料方面 我们全年呢 是使用冷冻的这个鲜性来做的 就是摒弃了过去 形容下来以后呢 集中把它做成果斧 然后全年分装的这种模式 全年全部用鲜水果原料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改变了它的包装形式 采用这个真空冲弹包装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个高温杀菌 实际上是已经达到了 在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下 产品的这个含糖量呢 也不用很高 那么还能够达到产品的一个保质期 产品完全是原味 原香原色 实际上就是提到这个国普密件呢 很多的消费者就是比较在意 它的这个高所谓高糖啊 高盐啊 实际上呢 在现在 我们行业内 我们很多的企业 都在这个 按照我们现代消费者 对这个营养健康的一些需求 来开发一些新的产品 新的工艺 新的设备 以及我们一些新的食材 比如说在新产品方面 这个 很多的这个产品 我不要求过去长货架期了 那么大家食用新鲜 在食用新鲜的情况下 就不需要加那么多糖了 也不需要加那么多盐 第二个方面呢 是在工艺和设备方面 那么通过这个真空冲淡包装 和高温杀菌 这样一些现代的这个食品加工技术 和密件行业的一些结合 所做出的食品 它本身呢 不需要用任何的这个添加剂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在食材方面 很多健康的一些原材料 比如说我们所开发的这个莲子 是吧 黑云豆 包括像我们这个南方的笔器 翠马蹄 是吧 我们都把它这个应用到了 这个现代的这个 休闲密件的这个加工当中 那么这些食材呢 本身就非常的健康 加上我们本身这个安全的一些工艺 所以说在这个糖盐方面呢 已经是杜绝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应该说这个符合我们现在消费者的一些需求 这些积极的变化 应该说赋予了我们国普密件行业 一些新的一些生命和元素 密件行业的更健康的发展 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 整个密件行业在过去的十年里 能够保持每年超过20%的速度的增长 这已经说明 所有这个行业的从业者都在努力 我们希望未来 密件不要再是甜蜜的烦恼 而是能让每个人都在享受甜蜜的同时 带着满足的微笑 密件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这是文化的传承 希望我们努力把甜蜜留给我们的后人 感谢各位收看生活万岁 谢谢美方 谢谢秋实 我们下期再见 2017年9月10日盘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古都河附近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人被困汽车底盘 赤峰市公安消防支队松山中队 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经过勘查 指挥员决定 一组消防员利用液牙撑顶器 将底盘撑高 另一组消防员做好被困人员的安抚工作 经过近20分钟的紧张救援 被困者被成功救出 据了解 由于当天刚下过雨 路面湿滑 驾驶员开车途中 未看到路边行人 而导致此次事故 在此平安365再次提示 雨雾天气会对驾驶员的视野范围 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视线较差时 要合理运用车灯照明 仔细观察周边事物 提高警惕 避免惨剧的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